改名呢 其实每个人都 这带为一个人的名片嘛 一个人的符号 所以改名还是蛮重要的 第一个的话就是不要取冷屁字 例如说呢 大家看到你的名片呢 不会念 对 不会念 到底要念什么呢 看不出来 不会读 大家都会 大家都会读 我的比较难读啦 以前大家都会念错 柏妍 刚开始大家会念柏妍 柏妍 就是燕 它是念燕 燕 这个药肾也很难 它是药肾 邀请 对 确实也还蛮冷屁的 其实呢 例如说有边念边 没边念中间 但是有些字呢 就是念边也念不对的 这种的话太冷屁呢 会造成什么呢 这样的人呢 他会性情变得很孤傲 很孤僻 或者说他个性呢 会让人家觉得很高拐 会觉得反正他有一个怪癖就对了 所以呢 这也会影响到他的人际关系 因为人家要念的名字都念不出来了 那怎么去叫你这个人呢 所以第一个要注意不要忍屁的字 好 那第二个的话呢 你的名字的读音呢 要异扬顿挫 对 例如说 像我的名字 汤正伟 你不要太平 例如说有些人名都是上扬上扬的 汤正威就不行 没有正有下面 或汤陈辉 类似这样 汤陈辉就同一个音啦 就是异扬顿挫的 多有这样的音的话呢 代表说这样的人的 人格发展会比较平均一点 假设如果你的音都是四声的 太重的话呢 这样的人的压力跟负担 也会比较重一点 责任有的比较重 那如果是往下是很重 那如果音都是往上是比较轻的 就会太骄傲 太骄傲 自己啊 没有关系啊 很好 很有钱 他就活到自己的世界啊 就是下巴抬很高的意思 这种感觉是不是 对 一般来讲话取名的话 就是说重的话当然就负担大 那领可就是取一个有阳的 是不错的 但是如果你太多的话 就变就是太上面了 清高气傲 对 就很容易这样子 对 那通常呢 最喜欢的就是 最后一个字呢 要上阳 例如说 欣梅姐 蓝心 眉 上去 领心 霞 刘德华 那上去的话代表说 他最后一个上去的话 代表说他人声会往上 这是取名当中 会有这样的一个说法 有什么 对 故意要这样 是 有些会比较重视这一块 叫异阳顿处 好 第三个就是不要有谐音 例如说 庄孝伟 类似这样 对 感灵阳 没有人叫感灵阳 不是 我就说就类似这种 什么的 对 如果说有谐音的话 其实这种谐音呢 就会比较麻烦 例如说有些长辈 他会用方言 例如说闽南话 对不对 像举个例子 像我有个客人 他叫硬材 但闽南话叫做硬材 夹硬材 有没有 空心菜 对 就会变成说 他就变成有那个 你看那个中文也是 对哦 有时候如果小朋友 他要取一个有谐音的 可能在学校就必要取到 对 取很多绰号 对 然后他就人格发展 就会受到一些打击 我小时候就有 真的吗 对 因为我的名字 本名叫章鱼会 我小时候都被讲说是章鱼啊 章鱼 就是会说你头很大啊 然后或者是因为 那个 我家又住淡水 他们就说 那你是就是鱼丸什么的 就是会接在这样接一起 章鱼丸 对 章鱼丸 淡水 章鱼丸 对 我就会蛮难过的 是 但是呢 第四个呢 是现在还是很多人要注意的 就是说 像如果我们一般取名呢 尽可能不要跟长辈有叠音 或同样的音或字 例如说 假设我是唐正伟嘛 那我的爸爸或妈妈或长辈 就尽量我不可以用 跟他有一样的尾字 就你的小孩不可以有你的字 对 是 因为叫代表什么 以下犯上 这个孩子可能会跟你 比较平起平坐这样子 所以这是会有一些 家庭当中会有一些忌讳啦 如果你本身没有忌讳 当然就没有问题 所以我是没有把它列出来 但是因为有些家庭 它比较传统的 那就要特别注意 就是你的软辈的名字 不要跟长辈有叠到 有一些什么族谱啊 中间的字一定要一样的 对 有没有 那有族谱 它也算是 不在这线范围 它不算 其实呢 很多人会搞不清楚这个笔画啊 因为遇到特殊的字的笔画呢 你的笔画数会不同 打个比方 例如说很多人说这个 像像山点水 有没有 很多人都以为是山话 不然呢 没有 你要变成繁体的 这个水 然后来评算 知道 例如说姓沈的 有没有 姓姜 姓童 池 温 汤 汪 油 图 这一个三点水呢 你就要用四话去计算 所以图的两点也是变四话 看是哪个图啊 它是两点图不是 这是三点水 三点图 有三点图 有 好 那如果说今天呢 你今天算笔画的话 我们统一都是用康熙字典 OK 像一般系民学老师 都一定用康熙字典去算 好 那例如说呢 遇到王呢 或是这个我们就要用玉字旁去算 是哦 对 写玉旁 一个王字旁 有 我的字这个也是对不对 这个字 对 玉字 你要用玉字去算 是是是 所以这五话 然后呢 西梅姐姓蓝 蓝西梅的蓝 是 草 这个的话草字床呢 很多人以为是四话 对 对啊 没有 但是呢 你要用六话去算 还要用四话 对啊 没有 要用这个 比较繁体的草 去算的话 例如说 有叶啊 菜 销 书 庄 削 饭 然后蒋 蓝 跟葛 所以这很多人一般会 比较会犯到的一些错误 然后还有另外这个走字边的 错误 错误 错字边 还有这个意啊 这个呢就是一个 就是举例来看 所以如果说你有遇到这个的话 特殊性是比划呢 你就要去记得 老康熙字典 对 但是他刚刚讲到一个 对 我比较听不懂的 就是你看那个字跟生肖 是有关系的 有 其实每一个字呢 它的字根都有长跟生肖有关的 打个比方来讲的话呢 我们这边呢 例如说像2021年呢 有一些西名呢 每一年不一样 当然会有 都不一样了 例如说我们每一年都有 犯太岁 对 2021年是生肖属牛犯太岁嘛 对 然后属杨正充嘛 对 龙跟狗是偏充 好 这是四大天王 就在2021年 好 那其实呢 名字里面呢 也会有这个生肖的 刺根在里面 对 也会有 好 例如说呢 像今年宇文跟那个艾雅 还有嘉欣 全部都是犯太岁的 对 你们三口太岁 然后如果你的名字 又有这些的话呢 可能你的犯的会更厉害 打个比方 像今年是牛年 对 那如果牛应对的十二地支当中呢 丑就是属牛的意思 所以呢 你的名字里面有藏 丑 有藏到丑这个形状的 或牛这个形状的字呢 它就是属于犯太岁的 打个比方 像龙 有没有 或生 这个有牛的这样的一个字 有没有发现 是最明显的 或者是牡丹的母 那例如说第二个呢 成就是龙嘛 对 假设你的名字有龙这个字 像李小龙的龙 就是龙嘛 就是太岁 然后它又属龙 假设万一是属龙嘛 它叫李小龙它属龙 刚好在牛年 就两个太岁 两个太岁 所以李小龙属龙 我不知道 举例啦 举例 对不对 然后呢 应对是陈嘛 十二第一次来讲这个陈 例如说它的名字呢 有一个 张正月的镇 举例 像镇有没有 或镇座的镇 或农 农夫的农 这有个这个陈这个字 它都跟龙有关系 那过来呢 虚 虚的话呢 再有属狗的意思 例如说 这个陈 像我们的博焱的本名 就焱陈嘛 下面有个成功的陈 没有一个该本名 对 它属兔嘛 它的生肖没有 但它的名字 有这个 也会 就光名字 现在就是这个意思 我以为要生肖跟名字 没有 不用屯食 不用 就是名字有的话 它也算是一个 有跟太岁的磁场 有相应到 OK 好 那最后一个呢 就是胃 就是羊的意思 例如说 这个祥 有没有 或者是吉祥 就是吉祥如意的祥 就有个羊 老师我想问 就譬如说我的名字里面没有祥 我属羊嘛 可是我的父母叫我的乳名 都叫祥祥 那这个是 叫他们改啊 乳名怎么改 就是乳名耶 也不太好 那个不算 就改今年 乳名不算了 乳名不算了 好 放心 没有斗壮 有点担心 所以这个话就不用担心 乳名的话就还好 所以我们也可以从这生肖当中 每一个字会有不同 我会做的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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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乳名不算了 对我来说 都很有点 真的 我会做的 所以我会做的 你 我会做的 那种 我会做的 我会做的 你 没化 我会做的 我会做的 你 你 你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